Hello 大家好 我是二姐 看 买了一大块的牛里脊 这不入秋了 咱们也贴贴秋标 今天先吃上一小块 给大家分享一个炒牛肉 怎么又嫩又滑又好吃的方法 好 开始 咱们先切上一小块 够咱们今天中午吃就行了 够吗那一小块 哎呀呀 绝对够 就这个够够了 把这个分成几块 要不炒这个 这个大 炒这个 把这些装起吧 好的 下面咱们把牛肉给它切一下 先从中间给它片开 片开之后把牛肉给它切成片 一大碗 可以 下面咱们切点姜 生姜切成丝 切好的这个姜丝加到牛肉里面 再加入半勺的淀粉 加入约一勺的食用油 这样炒出的肉才更嫩 搅拌均匀 搅拌好的牛肉咱们给它腌上20分钟 下面把配菜给它准备一下 今天炒牛肉 今天炒牛肉我准备的材料有 这个青椒 喜欢吃辣的可以用辣椒 准备了洋葱 香菜 小米辣 几个蒜 咱们把配菜给它切一下 好了 再切两三个小米椒 给它切成圈 好 咱们现在炒牛肉 炒锅加入食用油 炒熟 水 炒 Gobble 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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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锅了 配米饭绝配 炒牛肉就做好了 准备吃饭了 开饭了 两拌三丝西红柿炒鸡蛋 吃饭吧 同学们 咱们今天是能这个多老 是吧 这米饭 我勒 我勤的 要炸地 承认一个 好吃吗 快嫩了 嗯 嗯 牛肉一般不好炒 断下的肥肩呢 这边放下 满满的 不够 这个是啥不够 怕不够 不够 不够 再忙一锅 咋了咪咪的事 妈咪 这边太香吃到 我应该香味了 我应该香味了 你又不吃 你吃呀 以后露秋了 多吃点肉吧 多吃点牛羊肉 嗯 嗯 在猪肉 现在的猪肉 你妈可赶上牛羊肉的家 吃吧 吃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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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吃点肉 吃点肉 嗯 嗯 嗯 吃点肉